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我是真真 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订阅小猫的频道,ZZCAT777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简单的综艺字幕的制作方法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我在字幕这里边找到构件出现消失这一项 然后呢,我找到其中一个,比如说这个富有活力 我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我们现在修改它一下 首先我们把文字修改一下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它的字体 我们用综艺字幕 这里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用这个字体的时候 要注意它是否是付费的 因为有一些付费的字体 它如果用在商业的形式上 它是要收费的 好,我们把这个字幕的字体选好之后 我们现在把它的外框选一下 我们把外框选成黑色 然后把外框的宽度稍微的加大一点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投影 然后把投影的距离拉开一点 模糊可以给它稍微打开一点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 它的表面调成一个渐变色 这样看起来比较活泼一点 在这里双击 然后选择一个颜色 这是下面的颜色 然后在这里双击 选择一个上面的颜色 中间的小三角呢 可以调整你的这个 渐变的位置 是在中间还是在下面 我们把它放在下面就可以 好,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字体就调完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简单的综艺字幕的制作方法 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束 我们现在要把它存储一下 存储所有格式和外观属性 我们就叫它综艺3 存储 好,这个存储有什么用呢 现在我们把另外一个字幕放进来 我们还是在构件出现消失这里 我们找到这个光运 我们把光运放进来 好,同样我们在光运这也输入一个字幕 好,我们就叫它这个名字 我们在这个上面这个小三角这点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综艺3 就是刚才我们存储的这个 好,我们看到 它的字马上就变成了我们之前设置好的这个字幕 字稍微有点大 我们把它调整一下 这时候你还可以旋转它 在这里 有一个旋转 这是Y轴的旋转 还有Z轴的旋转 让它看起来更活泼一点 这里边还要介绍一个小技巧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字幕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它出现的这个动态稍微有点慢 那怎么办呢 可以给它新建一个复合片段 新建完复合片段 你可以去调整这个复合片段 比如说我们让它二倍速 它的字幕出现的速度就变快了 如果这个字幕我要加的比较长 它的时间也变短了 我们还要进去调整 当然太麻烦了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方法 我们找到 它出现之后定住的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做一个 静止 通过拖拽这个静止 你就可以把你的字幕 想放多长就放多长 这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其实综艺字幕还有很多的制作方法 它是一个抖动的综艺字幕 这个呢就要用到Motion来去制作 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呢 也会继续讲 如何做更复杂的综艺字幕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问题呢 就给我留言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